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到 并且用新技术和创新给人们带来更强大灵活的拍摄体验 时至今日 用户手中的设备愈发多样 需求也日益繁杂 想要一直满足用户 甚至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 离不开更开放的平台和更先进的技术 大家好 我是李涛 苹果科技的技术总监 很早之前我们就开始关注Kotlin 在得知它成为Android的官方开发语言后 我们就决定立刻在公司内部推广Kotlin 从一开始小规模参加Study Gems 到公司内每周两次的学习课程 我们的工程师们都保持着极高的热情 这也归功于Kotlin较为合理的学习曲线 以及诸多高效便捷的语法特性 大量的语法堂 更多现代化的语法功能 如原生支持的Lambda表达式 让Kotlin显著提高了我们的开发效率 使用Kotlin开发的全新功能 只用三个月就推进到了可上线的程度 用Kotlin重构老代码也受益颇多 接近200行的Java代码 重构后平均只需要86行 稳定性方面 我们以一个大部分用了Java语言的项目 与另一个用了Kotlin的项目相比 后者出现No-Pointer Exception的频率明显降低 我是顾瑞 苹果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持续打磨产品细节十分重要 我们通过Android Vitals将过度唤醒视线 从4.51%下降到0.01% 崩溃率从0.99%下降到0.27% 阅度评分得以从4.341提升到4.471 Kamera 360在推出创新的动态贴纸功能后 在日本市场大受欢迎 这更坚定了我们用新技术提升用户体验的决心 我们会持续关注Google的新技术 如AirCore等来创造更优秀的影像体验 第一时间活用新技术 以及持续进行自主研发 使得Kamera 360长期在海外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我们相信在Google Play上 我们会接触到更多世界各地的用户 并用我们的产品给他们带来更多灿烂的笑容 请不吝点赞 订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メ� wee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